首相兼巫统主席纳杜斯里纳吉在巫统大会前接受新报专访时说 前首相敦马哈迪医生已经无法在巫统内推翻自己 所以才走出巫统令组新党 纳吉还分析说敦马会逼宫失败 是因为他过去用来领导巫统上下的恐惧因素已不复存在 纳吉约余说敦马担任巫统主席时 是通过各州州大臣和首席部长来掌控巫统区部 一旦中务大臣换了人作 他就无法接洽地方领袖和基层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很多区部领袖的名字 谈到自己的优势 纳吉自诩说他因为23岁就进入政坛 才得以和两代巫统领袖一起成长 很多领袖都当他是一份子 让他地位稳固 纳吉也嘲讽敦马和在野党的结盟合作 是虚伪到顶点的马基维利式政治缩影 他接着质疑道 敦马难道真的爱灵吉祥吗 儿童床异梦的政治又会有多长久 针对如果说纳吉自信自己已经掌控局势 那么是否意味着第14届全国大选将落在明年的提问 纳吉拒绝回应 纳吉说他最爱看大家猜测大选日期 所以就让人们继续猜猜好了 彭博社曾经揣测大选最早可能在明年三月引爆 但路透社后来又引述纳吉的谈话制 2018年之前不会举行选举 首相办公室还特地为此发文告澄清 不会因为任何单一因素而决定大选日期 对于坊间谣传有四个州数将在大选来临前撤换大臣的消息 纳吉也不置可否 NTV七综合报道 七综合报道